欢迎来到老默仙台 今天说这个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城市 并且在节目最后 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 其中就有中国的某个城市 看看你有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第一个最恐怖的城市就是 克里夫兰市 克里夫兰市位于美国俄海俄州 这座城市是全世界连环杀手最多的城市之一 被誉为杀手之城 当地的连环杀手都互相模仿对方的作案手法 从而混淆视听 给警方破案创造了极大的难度 最著名的就是 克里夫兰市曾经有一个凶残的连环杀手 他在四年期间总共杀害了13人 但这些死者只有三个人被确认了身份 其他的死者均无法确认身份 因为这些死者都是被斩首的 并且警方从未找到过这些死者的头颅 随后又出现了很多类似手法的模仿者 这些杀手有的以肢解受害人为乐趣 而有的以折磨活人为乐趣 这座城市是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平均每50人里就一个人参与过重大暴力犯罪活动 之所以如此高的犯罪率 主要原因是克里弗兰市曾经是个工业重镇 但后来随之时代变迁 制造业受到重创 工厂企业纷纷倒闭 大量人口失业 再加上当地的枪支泛滥 色情业和毒品业都很猖獗 黑帮横行 最后才导致克里弗兰市成为高犯罪率城市的主因 好下一个就是中东的迪拜 一提到迪拜 大家就会与奢华挂钩 不错 迪拜确实是全世界最奢华的城市 被誉为奢华之城 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 给大家科普一下 很多人以为迪拜是个国家 其实迪拜是阿联酋国的一个城市 也是中东最富有最开放的城市 虽然这里比较开放 但它还是以伊斯兰教为主流的城市 依然非常传统 尤其在关于女性法律和性方面法律 尤为严厉 如果在迪拜旅游的外国女性受到男性骚扰 很难通过当地法律保护自己 最近比较有名的一起案例 就是有一名来自欧洲的女性去迪拜旅游 在度假过程中 不幸遭到了两名男性人间 后来该女子向迪拜当局进行报案 但最终结果是 轮间的强奸犯被无罪释放 而报案的女子被警方扣押并没收了护照 理由是以涉嫌婚外性行为 违反了阿联酋的法律予以逮捕 最终迪拜警方对该女子提出了酗酒罪和通奸罪的指控 因为该女子两年前已经结婚 在迪拜法律体系里 已婚妇女和丈夫之外的异性发生关系 无论该女子当时是否处于自愿或非自愿 一律按照通奸罪处理 而涉嫌轮间的两名男子 只接受了警方简单的盘问就被释放了 根据阿联酋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 当一名女性遭到强奸时 除非强奸犯自首 或者强奸现场有超过四名穆斯林成年男性的目击证词 才能对强奸者提起控诉 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 被强奸者如果贸然报案 很可能会以通奸罪予以逮捕 所以在迪拜经常会发生女性被强奸或轮奸的案例 在2013年就有一位来自挪威的女子 她在迪拜出差期间遭到同事的强奸 结果贸然报警 但最终以证据不足 强奸者被无罪释放 而被强奸的这名挪威女子是以通奸罪、伪造中共罪和酗酒罪 被判处入狱一年之四个月 所以迪拜应该算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地狱 准备去迪拜旅游的女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好,下一个就是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第八大城市 这里是全世界金矿最多的城市 所以被誉为黄金之城 但这里也是犯罪率极高的城市 其实南非整个国家整体犯罪率都很高 强奸罪是所有犯罪活动中排名第一的 平均每26秒就有一人被强奸 这也导致整个南非艾滋病肆虐 尤其是在被誉为黄金之城的约翰内斯堡 在南非已经有将近700万人感染艾滋病 占总人口的20% 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是患有艾滋病的 是世界上艾滋病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更可怕的是对儿童的强奸行为一路攀升 其中三分之一的儿童强奸案是当地老师所为 因为当地法律里如果老师出现强奸儿童的案件 都不会对老师进行逮捕 甚至连处分都不会有 这就更加导致儿童强奸案的频发 艾滋病肆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当地南非人如果确诊艾滋病后 大多数人并不会利用西医进行治疗 而是求助当地土著部落的治疗师 许多治疗师告诉这些艾滋病患者 只要找一个处女发生关系 就可以治愈疾病 这导致急于治病的艾滋病患者到处强奸而同 甚至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 这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尤其此类案件在约翰内斯堡更为严重 所以打算去南非旅游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好下一个就是 李约热内卢 李约热内卢被誉为上帝之城 也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 同时这里也是拥有贫民窟最多的城市之一 黑帮横行 很多犯罪电影都是以这里为蓝本 例如电影上帝之城 精英部队 甚至是国产电影《使徒行者》里 张家辉和古天乐的《枪战戏》 都是在李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拍摄的 那里也是世界上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 但这些游客每天都会担心自己被盗窃 那里的盗窃者 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这些孩子为了吃饭 只能向外国游客进行下手 在2016年 李约热内卢在奥运会开幕前 当地警方围捕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孩子 但后来在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 怀疑当地警方将这些孩子秘密杀掉 或者进行非法贩卖 不仅如此 在2018年 李约热内卢州长威尔逊·威泽尔 甚至推出了一项狙击手计划 相当于给当地警方颁发了杀人执照 就是让警察狙击手进入贫民窟 秘密杀掉黑帮分子 两人为一队 一个人进行射杀 而另一个人进行现场监控和录像 表面上看是除暴安良 其实危害极大 因为大多数警察和当地黑帮都是合作关系 一个帮派可以利用警察的杀人执照 消灭另一个帮派 这更加会导致李约热内卢的犯罪率升高 好 下一个就是来自于亚洲的福岛 日本福岛曾经被誉为水果之城 但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的是个鬼城了 由于2011年日本发生了李氏九级的大地震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 最终导致福岛核电站严重受损 出现了灾难性的核泄漏 当地居民受到了致命性的核辐射 随后出现大量白血病和癌症患者 已经有将近200个儿童因核辐射患癌 不仅如此啊 那里很多动物由于核辐射导致基因变异 最常见的就是四处横行的野猪 这些野猪啊 由于辐射影响 重量呢在四五百斤左右 长相怪异 性格凶残 状态癫狂 攻击任何见到的生物 虽然啊 距离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但这里呢 依然辐射严重 人类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在这里生活 好 下一个 伦敦 这个伦敦啊 并不是英国首都的伦敦 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 与英国伦敦呢 同名 但这个地方啊 是世界上已知连环杀手最密集的城市 被誉为谋杀之城 在这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小镇上啊 犯罪最高峰的时候 同时至少有三个连环杀手同时作案 至今啊 还有十九起谋杀案列为悬案 当地警方提供的资料啊 现在大约还有五名连环杀手 仍在逍遥法外 为什么这里的连环杀手如此猖獻呢 其主要原因啊 就是这座小镇 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三林之首 整个城镇啊 被三林环绕 茂密的三林可以为凶手 抛尸提供哑布 与此同时啊 也给警方侦破案件 设置了种种障碍 警方很难在三林中寻找到抛尸位置 并且啊 连环杀手互相模仿 也给破案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所以啊 在这里生活的人 或去旅游的人 晚上还是尽量待在家里 否则呢 就会随时有被杀的风险 好 下一个就是 埃卡提配 埃卡提配啊 位于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城市 这里呢 也是女性失踪人口最多的城市 该地区啊 武装抢劫 每天都在上演 这座城市 被全球各大媒体 报道为一个肮脏 且令人恶心的城市 就连当地人啊 甚至都放弃了这座城市 更可怕的是啊 这里有大量的年轻女性 无辜失踪 街头的巡人板上 有大量的巡人信息 而且啊 这里绑架是最赚钱的生命 一些女性啊 被绑架后 由于家人呢 给不出赎金 就被犯罪分子啊 杀害或卖为奴隶 从此呢 就人间蒸发了 有一部电影啊 叫做怒火救援 就是讲述 关于一个墨西哥的外国女孩 被绑架 专业绑匪呢 对其家人索要巨额赎金 最后呢 这个女孩的贴身保镖 冒死营救的故事 所以啊 大家旅游或移民 最好不要考虑这座城市 下一个城市就是 奥尼查 奥尼查呢 位于尼日利亚南部 是一个仅有26万人口的小城市 但这里啊 是被WHO世界卫生组织 评为全世界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 这座城市啊 PM2.5属于正常值 但PM10却超出了标准水平的30倍 PM10的意思就是啊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其颗粒物的大小呢 在10微米以下 被统称为PM10 PM10对人体伤害极大 这也导致当地成为癌症高发区 其主要原因啊 是尼日利亚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政府呢 全力投入工业建设 最终导致生态破坏空气污染 这座城市垃圾随处可见 政府会不定期的进行焚烧 但焚烧呢 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和灰尘 最终啊 导致整座城市 每天几乎都被尘土和毒气所笼罩 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毒气之城 下一个呢 就是卡利市 卡利市啊 位于哥伦比亚西部 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 也是全世界独销最多的城市之一 最著名的呢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 卡利集团 它以这座城市啊 作为基地 卡利集团呢 曾一度控制全世界80%的可卡因市场 曾偷运过多达14吨重的可卡因 抵达美国 但最终呢 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联合打击 才将卡利集团覆灭 但是残余势力仍然控制着很大的可卡因市场 残余势力啊 各占地盘 导致现在卡利市毒销帮派众多 暗杀和武装冲突每日都在上面 由于当地法律呢 对儿童犯罪不予处理 所以啊 导致很多杀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在这里啊 每年都有将近三千人死于谋杀 有部美剧叫做毒销 就是以这个地方为蓝本拍摄的 里面的卡利集团呢 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最恐怖的城市 孟买 孟买呢 是印度第二大人口密集城市 人口呢 接近两千两百万人 平均每天制造出的垃圾有九千堆 覆盖全城的大街小巷 被誉为垃圾之城 孟买每天都有超过500辆垃圾车 运送垃圾 但由于啊 没有新的空地进行存放 并且啊 垃圾回收产业非常落后 最后导致垃圾山随处可见 甚至把一部分垃圾呢 倒入大海 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 一部分垃圾呢 进行焚烧 造成当地空气严重污染 尤其啊 到了夏季 孟买潮湿闷热 气温啊 最高可达到44摄氏度 蚊虫和老鼠肆虐 是全世界瘧疾最高发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啊 孟买街头随数可见各种黑暗料理 应该算是全世界卫生环境最差的城市 如果你有胆量 可以去孟买当地尝尝那里的黑暗料理 好了 说了这么多恐怖危险的城市 现在呢 说说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这是一份来自于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 从数次安全 健康安全 食品安全和个人安全等57个指标 对全世界60个城市进行考量 最终呢 得出全世界十大最安全的城市 其中就有中国的城市 我这里的排名啊 不分先后 看看你是否在这些城市里生活过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第二个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第三个新西兰的惠灵顿 第四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第五个澳大利亚的悉尼 第六个新加坡的新加坡市 第七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市 第八个丹麦的哥本哈根 第九个日本的东京 最后一个就是来自于中国的香港 好了 请问你们现在生活的城市安全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老末 我们下期再见